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陈炳坤老师 在这个单元我们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有关于细胞的能量运作 在这个单元开始之前 我们大家一起来思考三个问题 第一也就是阳光对植物的影响 第二人体所需的能量从哪里产生呢 以及最后第三能量转换 对人类日常生活的影响究竟为何 我们希望透过思考这三个问题 同学们能够去了解细胞中的能量 到底是从哪里产生 如何产生 以及对能量在身体中所产生的影响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个主题 什么是细胞的能量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 每天都在使用自然界中各式各样的资源 来转换所需要的能量 例如我们可以利用太阳能来产生电能 利用风力或是水力或是火力来发电等 也可以进一步将电能转换成热能 比如说在冬天我们会用电暖炉所产生的热能 来让我们的身体保温 那在生物体里 是否也有像这套类似的运作系统 来维持及提供生物所有的运作呢 生物体中的能量是如何做转换呢 很显然的 我想各位同学都能马上想到其中一个例子 也就是例如植物的光合作用 植物能将阳光中的能量转换成生物能 以提供植物本身生长所需 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像是各位同学的早餐呢 面包 馒头等 或是妈妈在料理中常加入的调味料 像酱油等 也都是藉由发酵的能量转换来制作 而生物体中的呼吸作用 像是提供我们身体中肌肉细胞 缩缩时所需的能量 或是当我们身体中产生的肺物代谢 以及在肝脏中的解毒作用等 皆需以能量的转换来达成 因此不仅自然借中的能量 可以提供我们日常生活所需 在生物体中也营压地进行多样化的能量转换 能量转换与日常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从中能获得什么呢 例如阳光照射在植物 能促进植物生长 像是农夫种植的作物 例如小麦等 我们就能利用小麦来做成面粉 在精油发酵过程 就可以做出面包等 还有像是葡萄酒 也是精油将葡萄发酵后所获得的 在这里 同学们有没有产生好奇心 究竟这些不同形式的能量转换 是如何被启动的呢 同学们想到了吗 这个启动的钥匙就是ATP 它是生物体中重要的能量形式 那什么是ATP呢 ATP是由三个磷酸根 及一个腺肝所组成 所以我们称它为三磷酸腺肝 也就是英文中的Adenosine triphosphate 当中的A、T、GP所组成 这ATP在人体中简单来说 是由我们每天摄取的食物 精油消化到消化分解食物 后所产生的葡萄糖 在经运输作用穿透细胞膜后 进一步与细胞中进行糖解作用而得 所获得的ATP能做什么用呢 它可以提供我们非常多样化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提供我们生活运动中所需 像是我们在奔跑时就需要能量ATP 而能量转换就是将化学能转换为机械能 以便产生肌肉收缩 所以若是我们肚子饿 没有足够的葡萄糖来分解出我们所需的ATP 那肌肉就会无法有力地收缩 我们那时候就会觉得好像没有力气一样 因此我们知道能量ATP的产生 对日常生活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什么是细胞的能量 同学们是否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呢 也就是我们知道能量ATP的产生与应用 ATP是可以由光合作用及糖解作用而产生 而产生的ATP不但可以提供生物体活动所需 而在这过程当中也能进行发酵等作用 让我们利用发酵作用去制造日常生活所需的食品等 所以在这个单元里面我们学习到什么是细胞的能量 当然细胞的能量就是所谓的ATP 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进行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